他们在党里面没有太高深的资历 你说那个彭孝兄看不起他们的原因 当然是他在做国民党 那个最坚韧的那个什么 黄复兴党部那时候 这些菜鸟在哪里 现在都是什么副秘书长 副这个什么秘书长 开什么玩笑 所以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国民党过去在台湾各个县市 到底是怎么提拔人才的 然后现在连人选都没有 所以你在想 我真的看不出他有什么人选 所以我上次讲说那种杂牌军 你不是捡到男子里面都是菜 什么新党回来的也可以 清明党过来的也可以 然后其他地方像那个林维州 是民进党过来的也可以 反正就杂牌军在那边 国民党的宗旨是什么 他的理念是什么 当时创党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什么党 更不要谈什么党 党得党魂 笑死人没有那回事 以前的话还有说 拥护党中央 你今天就算要拥护党中央 那个什么 江启臣能站在那边撑得住吗 就是说李登辉以后 换了八个党主席 我上次有讲过李登辉的跋扈 你不喜欢他没关系 但是他的那个跋扈 跟当机立代那个本事 我今天从2000年以后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领导 有那个气派 而且你知道吗 你不管怎么样 李登辉走出来 跟外国元首一起走出来 真的是国家的光荣 很体面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国民党真的 如果不痛念思痛去选拔 拔着新人才的话 真的严重 那青年党那个负责人 不是青年部那个负责人 更丢脸 你明明就是个年轻人 我见过他 你当然要有新的看法 怎么一天就转弯了 就没梳洗 本来讲的多好 如果还有人忘想 明年党主席选举2024总统 你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 讲的多好 我们最后还赞美他 我为什么对国民党的青年部的这些 青年党这些成员有意见 你知道吗 他们进国民党之前都很好 就是一般的普通年轻人 可是进了国民党以后 就完全被国民党化 每个人输得油头粉面的 讲话一板一眼 老气横秋的 这不就是老气横秋吗 他刚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你就连这个的勇气都没有 韩国瑜今天变成国民党里面 没有人敢批评的 一个你知道一尊大佛像 所以我觉得他既不是福 就是个大的祸害 你到底给国民党带来什么好处 今天的祸害 你知道后患无穷 所以我真的佩服林委员那边讲 国民党的灾难还没有结束 我百分之百同情 下一道